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韭菜牛肉馅饼 好跟上次一样 跟做韭菜盒子一样 我已经把面和好了 两杯的面粉一杯的水 2比1 然后把它搓揉均匀 没有有颗粒 然后搓到光滑以后 我们就放在边上馅着 接下来我们就做馅 现在就是半斑左右的牛肉 然后是半斑左右的韭菜 那买韭菜的时候 你要挑那种宽宽的扁 我们小的时候叫什么 就是跟宽宽的 它才水水嫩嫩 不要去挑那种很长很细的 那个吃上去像草 那很奇怪 世界上人吧 我跟你讲都是要挑那种高高瘦瘦的 那种高挑漂亮对不对 但是你吃东西 这种植物啊 树菜都要挑 一般来说 都要矮矮胖胖的 它水分才多才嫩 就像青菜也是这样 我们小的时候说叫 就是短角青菜 那个青菜你知道吗 青菜不能挑很长很长的 很大很大壳的 也是要挑这种矮矮胖胖的 那个才水水好吃 主菜这样排齐去到头一刀 然后这样细细的绿碎 那切好以后就直接放到牛肉边上 然后我们开始调料 放一点红酒 如果红酒没有的话 米酒也可以 黄酒也可以 如果你不放的话也可以 因为韭菜的味道很重 再是半磅的肉 差不多放二分之一 就是半个teaspoon的盐 那这边韭菜 半磅也应该放二分之一 但是我们等一会要想放一点老抽 所以我们就少放一点 放平一点 再是糖 韭菜那是不能放糖的 一般来说炒韭菜 韭菜是不喜欢糖的 但是我们边上有肉 所以我们就用糖来调一点鲜 少放一点让它吃不到糖的味道 半个teaspoon的酱油 给它韧韧色 先把肉打碎 和匀了以后 这个时候你才看要加多少水 一般我都不加水 我喜欢打一个蛋在里面当水 然后这样和开 你再看是不是还需要加水 如果还需要的话 你再打一个蛋 因为蛋和韭菜很配的 然后它边上有肉 如果说光光是韭菜的话 那个蛋就要先炒一下才好 要不然的话水水的不容易包 那这里面我已经打 打入了两颗蛋 让它涨匀了 这样揉揉到它起浆 那有些朋友说我不喜欢吃韭菜的 其实我只是想说春天的时候吃点韭菜 增加一下抵抗力 不喜欢那个味道 那没关系 我建议说可以放一些五香粉 这样放进去以后呢 它的味道 会被压掉 会被压掉一点 那再这样和匀 那我们馅就好了 然后我们也这样稍微分一下 心里有数 不要到时候前面多了后面少了 我们两倍面粉 也跟做韭菜盒子一样 做成八个 我们这样分一分 然后一个角可以包两个 一般来说就不会失误了 接下来我们就擀皮子了 擀那个馅饼皮子 跟那个韭菜盒子的皮子是差不多 大小啊擀法都是一曲同工 还是一样 砧板上先放少许干面粉 因为面团刚醒好 外面都有一点粘 放在干面粉上 再这样搓揉一圈 然后中间挖个洞 这样搓成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要比做脚皮的要粗很多 然后中间切开 我们要做八个 就把它分成八等份 中间先来 然后默测一下 这个中间在这里 那第二刀应该在这里 转一下 这样就会比较圆的 因为搓圆的时候比较好搓 那还是这样建议伸手 初学的伸手 慢慢做 把这些面团先放一些回去 盖上盖子 然后你这边就可以定定心心 慢慢做 那先把面团的两边刀口 让它沾上面粉 不要粘 然后这样弄圆 看到吧 这样是圆了 这个都是圆了 然后用我们的手按下去 按的时候尽量按圆 然后我们擀的时候就方便了 然后我们擀的时候就方便了 如果你擀不顺手的话 你就用推的 这样推的 尽量中间高 两边薄 那擀到这样 比大饼大一点 像pancake这样大小 然后就可以包了 然后把线放中间 塞满 手这样拖着 像包包子一样 把它这样打结 手势不对也没关系 慢慢来 主要是让它不要线露出来 然后按一下 这样就好了 那如果你不会捏怎么办 再教你一个办法 同样的放中间 然后这个手 把它捏过来捏过来 捏到中间 抓在一起 只要不散开位圆者 然后你检查一下 看看这个缝缝里面 有没有漏洞 没有的话 你就让它做着 时间稍微放久一点 万一有洞的话 你让它做久一点的话 它面粉会愈合 接下来我们就开火煎了 放点油 不管是 树冻的也好 新鲜的也好 饺子 馄饨 煎饼这些 我都建议 煎的时候 放一点水 吃几个 煎几个 剩下的放到树洞里面 听到滋滋滋滋声音以后 我们沽一点水 大概就几勺吧 然后盖上锅盖 这样煎出来的呢 口感比较好 松松的 如果你不加水的话 相对来说就硬硬的 而且烧的时间还要更长 特别是肉馅的 还不太容易熟 这个时候你从外面朝里面看 看不到水了 或者说你听不到那种水和油在一起 那个喳喳呼呼的声音了 这个时候水就干了 然后我们就要开锅盖 把外口的 朝里面翻转个方向 那再过一会儿 你就要这样翻开来看 OK 如果觉得金黄了 你满意了 我们就把它翻过来 煎另外一边 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盖锅盖了 煎到这样两面金黄 我们今天就收工了 下次再见 拜拜